昨日 我请了叫访寺的小小姑娘 来跟我姐妹切梭情谊 大人也在 谁知大人一心只知道 夸施姑娘的情谊 这儿好那儿好的 还让施姑娘教我弹琴 是 人家施姑娘的琴技精诚文明 我让你看到自己的缺点 跟她学习学习怎么了 错了 义儿 赶快给婉儿承认错误 母亲我老是跟你说 让她跟施姑娘学习 已经便宜她了 住口 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连夸别的女人好呢 义儿 我跟你说 你赶快跟婉儿承认错误啊 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两个人哪 床头吵 床尾就合了 快去 那个 姑娘 夫人 施我不对 什么那个施姑娘 连你 带根脚趾头都不弄 既然大人都这么说了 我也 哦 婉儿 你就这么原谅她了 哎呀 不可以的 我跟你说 这种事发生了 一定要在根源处遏制 帝子吵架 你拿不住她 后面就很难拿住她了 我跟你说 夫妻俩人 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能床刀吵 床尾就合了 你是 大人说的这句话 我这心里的火 是一点都没消 据我所知 这个刘香斋最好的是凤隋香 这个是硅谷香 不是最好的 不过是演戏的道具 差不多就得了 那不行 做戏得坐全套吧 大人 你这求人原谅没有诚意啊 看在我是出饭 姑娘就原谅我吧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个批柴处 会念疾出饭 从轻处理呢 这个批柴处 不一向都是严正处理 以警效尤的吗 家事怎么能跟公事会卫谈呢 姑娘冰雪聪明 绣外卫中 同情达理 善解人意 自然地理解我 大人 以前可不像现在这么会夸人 大人以前夸我的词呀 都是 诡计多端 心机深沉 弧昧手段 不知延迟 小月 你怎么还能就着啊 这假意真是真假 看着一直欺负自己的人 在自己面前做小福地 把好话说尽 这真是天底下的一大快事呢 我不是没完没了的 我这心里还有一杆称 什么时候大人说我的好话 跟之前骂我的一样多 我就原谅你 小月 你给我等着请 夫人好 婉儿给夫人请安 得给我来这一套 一儿 我可是亲眼看到 你怎么欺负婉儿的 当这众人的面都这样 那私底下 不知道怎么作为作福呢 这母亲分明是他先 婉儿 千万不要被这些小恩小惠 而弄得心软了 男人哪 都是劲骨头 一定要趁热打铁 把他拿下 我都听到了 母亲我向来不偏不倚 行了 你们夫妻俩的事 由自己解决吧 我是顺道而路过的 对了 依儿 对 不许再欺负婉儿了 是 母亲 你看 这不是我不原谅你 是夫人不让我倾劳你 太腻了 我过于寒凉 我过于寒凉 时刻还这样 求我呀 求我我就愿意 求我我就愿意 不愿意 那你今天晚上 就休想进我房里 求我 这一句 虽然你 我求女 你 很多都 preguntas 雪 первый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